如今,爱多美那彻底性的环球化进程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 在诸多集身于领袖、皇家领袖、王冠领袖俱乐部的新近人士中 本土人士有四位,海外人士则有十八位 由此可见,海外市场比重上扬 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尤其是去年,海外的市场取得了归煌的成就 包含中国在内的总体海外市场业绩增长100% 即便除去中国,海外增长率也高达40%左右 不仅让人豪情顿生 爱多美2021年度的四字成语是 两者则二 但我想告诉大家 其真正的含义乃是 多者则多 即在面对多种选择时 不应该有所偏薄,故此失彼 为何强调两者则二的精神呢? 当面临虚做出选择的情况时 人们往往有两者则一的倾向 曾经有好多人如此问我 是该去打造消费者群体呢? 还是该去培养经营者呢? 这就是两者则一的倾向 我告诉他们 既要去努力培养经营者 又要去努力打造消费者群体 做到兼顾彼此 两者则二 也有人这样问我 推广爱多美是应该 以产品为重进行产品说明呢? 还是应该以经营愿景为重 进行愿景说明呢? 他们总执着于这种两者则一 我告诉他们 既要努力好好做好产品说明 又要努力好好做好愿景说明 还有人这样问我 是应该着重 拓展国内营销市场呢? 还是应该着重拓展海外团队呢? 面对这种询问 我回答说 海外呢 当然需要去努力拓展 国内呢 同样也需要去努力拓展 现实中 往往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 经营者努力拓展国内团队 结果竟然自行发展到海外去了 据我所知 尤其诸位上层团队领袖 似乎没有哪位是外语能力出众的 然而 他们旗下的团队都早已拓展到了海外 这都是因为当初努力拓展国内团队 团队伙伴又去拓展海外团队的自然结果 故而出现了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 海外团队自动拓展效果 一体式服务 一体式营销构成环球一体化 在此之上的无限层级发展尤为重要 若不存在这种无限层级的发展 任凭我旗下有几千几百层级 最后还拓展到了海外 都将与我本人的收入毫无关联 但爱多美属于无限层级 我们在国内拓展出旗下团队 本人旗下团队又可以无限层级地往下发展 终有一日会发展到海外 而这份海外所产生的业绩呢 与我旗下直属团队所产生的业绩无异 这就是无限层级的威力 无限层级这一奖励制度 将为广大一线经营会员 带去极大的愿景与期望 本年度公司市场营销战略领域的 重点经营方向为爱多美个人平台商务 迄今为止我们都一直在谈论其概念 然而概念终归是概念 尚需将其变为现实 但如今这个人平台的相关技术 我们已经注册专利成功 按时下社会学者们的说法 人类社会将日益走向两极化 未来社会穷人会越来越穷 富人会越来越富 这一贫富悬殊问题只会越加严重 我个人希望爱多美能够成为此时代正洁的一方良药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平台即意味着门户限制 打比方说全体首尔市民共同来使用一处名为首尔站的平台 这就意味着只有这一处平台可用 故而随时间的发展 终将出现所有人共用一处平台的趋势 那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各地各家大型超市 都将被吸纳过于一家巨无霸网络平台之下 现在社会上的财富都被平台吸走 都被那些门户平台吸走 在此时代驱使下 爱多美却反其道而行之 打算将此类门户平台改造成个人化平台 分享给旗下广大的会员 爱多美所欲开展的这项事业 并非只着眼于相关流通领域 而是肩负一种社会使命感 着眼于今后社会巨变的时代 力求缓和这场巨变 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不幸 我相信爱多美这一个人平台 不但会受国内年轻一代的喜爱 还将成为全球会员的经营利器 只要入手这一个人平台 就不再会出现 低收入阶层接受政府的生活补贴金 而这笔钱不久又重新流向富人手中的这一情况 只要拥有这一个人平台 其所有者即会借此开始创造财富 积累财富 我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想 你如此侃侃而谈 但爱多美与其他直销企业究竟有何不同呢 其他直销公司难道做不到你刚才说的那些吗 我们与他们当然有区别了 区别在哪里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直销企业能够像爱多美这样 自创业一时就定位于与大型超市 一般购物网电视购物相竞争的 大家见过这种公司吗 没有的 若真有这种公司 我才不费力创立爱多美 投入其旗下做经营会员多好 但我没发现有这种企业 他们都宣称产品着而不凡 故而如此昂贵 依靠昂贵售价来支付奖金 并且规定每月要购买一定金额的产品 以此作为支付奖金的前提条件 在制度上一定会有月度维持费用 进驻费这种条件的 这就使得会员之所以购买产品 并非出于日常生活需要 而是出于经营获得奖金的目的 不得以万般无奈之下 才去购买产品的 大凡采用这种框架模式 来运营的直销企业 绝对无法转型 来做我们这种个人平台的 为何呢 他们根本无法与一般平台相竞争的 但爱多美从一开始就大声宣布 我们不会把竞争的目光 描向上门推销 直销公司等 同种业界企业的身上 爱多美从诞生之日起 就以一般商务平台为竞争对象 正因为拥有这份与大型超市 购物网站 电视购物 在价格上 与品质上一决高下的豪气 带着这种自我定位 与初衷 爱多美才能够打造出这一个人平台 并且这套平台并非为业主艺人所拥有 还可以分享给广大会员使其拥有个人化的购物网 由此构成一种个人平台的概念 如今我们已实现技术保障 能让个人充分装饰自家购物网 彻底彰显个人的风格 这项技术保障也已申请专利成功 爱多美个人平台 意义深远放眼睛后 世界经济大致走向贫富差距将日益悬殊 一众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却又苦无有效的对策 我认为爱多美个人平台将不施为 有助于解决这一时代难题的有效对策 如今 这2021年 正是爱多美个人平台商务 迈出历史性步伐 第一步的新纪元 正因为这样 直此新春之际 我的心情万分激动 今天在场的众多团队领袖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实现了个人成功 今后希望各位较之追求个人成功 更能肩负起向社会上谋直艰难的年轻一代 以及需要再度从事经济活动的银发一代 传递爱多美希望信息的重任 使他们可借这一新型商务模式来自主创业 由此开创一个共同走向成功的新时代 希望各位能够带着这种使命感去经营个人平台 2020年度我们做到了风 烈 阴 阳 疫情虽然如狂风般猛烈 爱多美却如苍蝇般欲发展翅飞扬 2021年度的四字成语是两者则二 爱多美绝不顾此失彼 而是两者坚固 我们自创业以来所坚守的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路线 不正是两者则二的最好写照吗 今后我们将不仅在此商务领域大放异彩 同时还将对社会上那些贫困弱势阶层人士 伸出援手献上爱心 在2021年度内大力践行这两者则二的企业战略